口氣很好 她是早了半天才告訴我說 身穿黑色外套深色長褲 還背著一個鞋背包 這名女子出現在便利商店 站在櫃台前面 只是講話越來越大聲 到超商去買熱咖啡 使用這樣子的杯架 拿取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 只是有一名婦人 她到超商去買咖啡 就只是因為店員 不給她這樣子的杯架來裝咖啡 竟然她當場就是對著店員 大聲咆哮 根據目擊民眾的貼文 婦人先是問店員說 你們有杯架嗎 店員回答買四杯才有 婦人又回嗆說 咖啡這麼燙 如果燙到的話就要告你 這個時候店員開始找杯架了 但是婦人沒有善罷甘休 繼續大罵說 你們服務很爛 可以態度好一點嗎 別家超商兩杯就杯架了 你們居然沒有 店員好心問她 還是你要買塑膠袋呢 但是婦人也不要 繼續破口大罵 可以給我裝杯架之類的嗎 我們只有四個的杯架 只有四個才能裝杯架 好 你要買一個袋子 喔好沒有先讓我用拿著就好 實際到超商詢問 店員也表示只有四杯的杯架 也有其他分店 給四杯杯架讓你裝兩杯 其實各家公益的方式不同 7-11官方沒有回應 但民眾實測兩杯就會給杯架了 拉爾負責說 門市如果還有杯架跟紙袋 都會提供給顧客 至於全家則有四杯裝的杯架 民眾也可以自購袋子 不好意思我要一個循環杯 其實因為響應環保各家超商 近年調整措施 像是咖啡跟鮮食的一次性提網 7-11從2022年10月開始 就陸續停止供應 全家則是在今年2月也開始不提供 但不管如何都不該對店員刨銷 多個動作 自己準備容器或袋子 以及保持理性溝通 或許都能避免發生爭執 TVBS新聞牛舊黃凱晉 台北藏報道 文藝